郭市警报站2022年10月16日,中共二十大戒毒 一,习做到了唯我独尊,二十大是隔离大会 其他常委都被隔在了台下,并离开全体2400个代表 台下全部戴口罩,台上只有习一尊一人且不戴口罩 习干了毛都没敢干的事,清零隔离,一人决定谁上谁下 二,台湾问题,保留一切选项说明可能不会毁灭性攻台 而是采取封锁和经济拖垮的手段,让卖台贼自觉、独立、内乱 内乱后,中共出门帮忙,战术性拖垮台湾 三,习把江曾珠全部赶出去,让胡紧跟着坐在旁边 拉拢胡派今后跟习走,中国的路就是习的路 习的未来就是中国的未来,不跟着习就是死路一条 四,报告中惊涛骇浪是极危险的词 只在国家安全、政治安全和国土安全方面要经受住惊涛骇浪的考验 政治安全,百分之百包括爆料革命 习近平批示爆料革命是叛国团伙 国土安全,指的是与西方的金融大战、货币战、能源战要搞美国打台湾 国家安全是要对曾孟江全面动手 五,报告中的自我革命比文革还恐怖 自我革命就是要清党清军、心风血雨的财富再分配、政治制度 自我革命就是习的政治革命,是习太阳给我们送的卵子 把墙内的人和钱都逼到我们这里 就是习的自我要命 六,二十大后,户、广、深、京、港等有钱的地方将成为人间炼狱 七,中共释放病毒最终一定会被溯源 病毒疫苗将导致三个重大结果 A,全球彻底消灭共产主义 B,人类超过一大半将不再相信国家系统、媒体、金融系统、医疗系统和科学家 C,人类的管理系统将重新洗牌 包括财富分配、治安、人类繁衍的保健等